現在我們再來測試看看 那測試的話呢 你可以像我剪報64頁那樣子 讓他笑 來 剪到這裡來 一樣的方法 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先 把你的硬體要先設定好 所以找到左手邊開發板這裡 找到開發板 先把這個拉出來 第一個對不對 這裡 開發板 控制那裡面 不是有一個開發板嗎 按下去 拿出來 那我們現在用的不是馬克一號 也不是Fly 是Smart 好 第二個 你們家的ID 就是你 紙板 或者是那個 裡面那張紙 上面的八位數 當然這個時候還是建議大家 閃電先按下去會比較好 因為這樣子 還可以馬上知道你的裝置的狀態 所以我在這裡 打上 記得有分大小雪喔 有變綠色就恭喜你了 有變綠色 點兩下之後把它複製 再來這邊貼上 這樣子我開發板 機目就先準備好了 第二個 我們不是有LED點矩陣跟風明器嗎 所以我找到LED點矩陣拿來 是發光元件 發光元件裡面 LED點矩陣 我們有跟各位提過 大部分 除非很特殊 不然原則上 所有類別裡面的 第一個 是不是都是設定角位的 找到它 拿下來 但是這個角位跟我們的不一樣喔 它在這裡是 改成 14 12 13 角位要射程跟我們相同 有沒有 LED點矩陣 在發光元件裡面 LED點矩陣 那我先把風明器先拿進來 所以我再找到風明器 是屬於哪一個 輸入輸出 輸入輸出 點開 風明器 第二個 一樣 角位 都把它設定好 我們剛剛角位是直接在05 好 風明器是5 好了 這樣子硬體都準備好了 就是這三個積木 你有三個 元件嘛 那我就是這三個積木 他就知道你有這些 再來 如果你要讓 LD點矩陣 微笑的話 還是找LD點矩陣這個積木 第二顆 就是微笑 第二顆 LD點矩陣裡面的第二顆 拿進來 丟在下面 再來 要讓它 會發出聲音 不是馬上丟音符 是不是要先用這個 有個巴折這個 好 一定要有這個 第二顆 先把它丟進來 丟好之後 你看要放什麼音樂 或是單一個 都沒有關係 這樣子 這樣子 好來各位 不要客氣 按下play 看看你們家的 有沒有微笑 對不對 會笑了 就OK 表示你的LD點矩陣 你可以控制了 有聲音 那也OK 那也OK 好我剛講過了 不會笑 不會出聲音 你就自己來吧 自己笑一下 老師我沒有 這樣我就知道 我可以過去 幫你一下 你還真的沒有啊 跟他說 你還沒說 你還沒說 不要 你還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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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還沒說